松山文创园区 松山文创园区 一个很小型的地方 看一下它这附近是哪儿 前面有一个那个市政府 然后是它对面就是那个 国父纪念堂 中文创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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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朋友 就是那個琉璃工廠 喔 琉璃工房在旁邊 有一個書店很長行行的感覺 先去看一看 我也不知道裡面能打一招啊 先去看一招 我發現那邊只是個進門耶 這邊走過來一個成品行女 這就是你說看無聊電視劇裡邊 談戀愛的地方 明星談戀愛的地方 那裡邊有啥呀 裡面就是什麼這陶瓷的 然後賣小提品的 然後還有一個兼用書店 其實這裡邊呢 就跟一個那個 商場差不多 然後副一樓是吃東西的 一樓是一些賣化妝品啊 或者衣服的 二樓是 做手工藝品的 你還可以在那做陶瓷 然後三樓就是成品書店 外邊還有一些小孩可以玩的那種 那他們其實這些地方還有很多展 比如說現在有那個櫻桃小丸子的那種展覽 它要到3月3號結束 然後這邊還有Pokey餅乾的展覽 看那個小妹妹拿 就從櫻桃小丸子那個展一直一條路走出來 就是展一個櫥口 這就是他們的高架橋 其實這樣有點像一個市中性的公園 然後比798的綠化做得更好 以前也是工廠 做的東西其實也差不多 他們更主要的是有一棟樓 就台北門窗的一棟樓 那棟樓很大 那下邊是商場上邊是樓的那種 樓裡面應該就是一個一個的辦公區 今天我們要去的是秀正 錢挺水準的 約200塊錢個人可以進去了 这第一个好像感觉是 啪啪娃娃 这是玩耳鬼台 这个好窄 据说这个是全世界第二大的修装博物馆 然后是亚洲最大 我们就先拍一下前面 因为可能会设计到后面很多剧透 我们就不买 我们就不拍后边了 不过可能会把一些比较好看的照片给大家发到网上 哇 我们看这 这些里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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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